接下来 紫蓝把石羽 东黄 蓝星的更多信息 转告给了空帝 但最终 空帝果然还是只被石羽依人吸引 询问起更多 契约的宠兽竟然都如此有趣 不愧是考古天才 这次虽然我们和麒麟足各折损一个天才 但没想到 这个石羽竟然找回了封麒麟一族的传承 这样一来 麒麟一族 说不定会很惊喜 空帝道 麒麟一族 在蓝星神话时代 有好几只种族都被灭掉了 封麒麟一族首当其冲 到了战争结束 整个麒麟族就只剩下了零散几个战力强大的麒麟神 以神级的繁衍难度和当时蓝星的状况 这和已经灭族 基本已经没有区别了 当时 一批神兽后代离开蓝星 一批神兽后代留了下来 龙凤天使恶魔族都有后代留下 但唯独麒麟族没有 由此就能看出 麒麟族损伤有多严重 不过后来 为数不多的麒麟神进入宇宙海后 运气不错 在高级星球 繁衍更容易 神级繁衍后代也不是什么难事 最终成功开支散叶 再次壮大 没有彻底灭族 可惜 好景不长 麒麟十族 直接带着一批精锐 挂在了纪元遗迹中 让麒麟族 成为了五大神族中 成员最稀少 势力最弱 传承残缺最严重的的一族 要不是蓝星五大神族一直在抱团取暖 麒麟族能不能熬到现在 都是一回事 麒麟族一度怀疑 就是因为封麒麟最先被针对 气运传承断绝 他们的运气才这么差的 毕竟封麒麟族向来是麒麟族的气运担当 现在蓝星竟然还有封麒麟传承 麒麟一族应该会很在意 我们要保护好石羽 不能让他被龙族 凤凰族 麒麟族抢去 空帝道 他和恶魔族和天使族没什么关系吧 空帝已经预料到了 到时候蓝星六大派系 五大神族和他们为代表的人族 会疯狂竞争蓝星的天才 蓝星虽然没落 但在巅峰时期 毕竟是准高级星球 人才不会少 子兰道 他好像得到过一枚沉睡的神族恶魔蛋 但蓝星规则残缺 应该还没孵化 这样啊 空帝沉吟 这样一来 岂不是除了天使族 四大神族都能和石羽扯上关系 石羽疑似进入过青龙纪元一季 培养出了掌握创世神纪的青龙 肯定也会被蓝星龙族在意 威逼利诱 估计不会少 没关系 既然他是东黄人族 到时候 他肯定会选择悬空星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他到来后 提供给他足够的修炼资源 对他精心培养 如果这个时语当真有你说的这么天才 或许我们 可以凭借最快的速度 最小的代价 来让蓝星恢复乃至进化 空帝笑道 要是可以拿个前十 甚至第一 你有和他讲过风神战吗 子兰道 我有和他提过 不过没细谈 老师 第一太远了 蓝星一脉 这么久了 拿过几次第一 您和林峰大人叫出来的弟子 更连个前百都没拿过 空帝皱眉 还不是你们不争气 子兰 对不起他是废物 可是这个时语 不是很强吗 给他一点时间适应 说不定可以打破纪录 空帝觉得很有趣 风神战 是借王星举办的超级赛事 借王星上的势力和周围各大星球都可以参加 选手限定神级之下 几乎每年举办一次 前百都有巨大好处 算是借王星分配资源 培养士兵的一种方法 第一的好处更是能让超神级都眼馋 不过 正是因为举办的过于频繁 利益过大 而且可多次参赛 所以导致一批势力 培养出了一堆天才 就卡在半神级不突破 年年参赛 当个奖品猎人 风神战 是各大超神势力 神级势力获得大量宇宙结晶 传颂钥匙的重要渠道 所以 每年的风神战 都可能有几十个超神势力 成千上万个神级势力的代表参战 其中 就算出现年龄达到上百 上千的人类 寿命超过万年十万年的半神 也不奇怪 甚至 有的天才 为了第一 连续参加几十届都有可能 竞争相当激烈 可惜 他和林峰 当时不知道这个比赛 在其他星球就突破到了神级 没能参加成功 不过 他和林峰倒是观战过 前百的确都是怪物 历届第一更是被断定为 只要不陨落 必然超神 他和林峰感觉 就算让他们在传说及再苦修个几十上百年 冲击起来也相当有难度 要看运气 如果时宇真有子兰说的那么强 空地感觉 让时宇磨练个几年后 尝试一下前十 应该没问题吧 甚至 前五 前三 第一 到时候 获得的宇宙结晶 传颂钥匙 稀有资源数量 比他们这些神级打拼许久都赚得要更多 等他到了界王星 我会和他亲自说明封神战仪式 他还年轻 可以不用那么早尝试突破神级 多历练下 见识下星空万族的天才才才是正途 空地王空说道 在他看来 有这样的天赋和实力 不参加个几十届 多耗借王星点资源 冲击下第一位置就可惜了 蓝星 世界树秘境 此时 听时宇讲完石地的情报 世界树完全呆滞了 你说什么 世界树震惊无比 蓝星上 还有一个连通宇宙纪元遗迹的地点 而且 东黄石地 竟然探索破解一记成功 在其中突破到了超神级 如此劲爆的消息 简直比得知五大神族有超神级生命 还更让世界树不可思议 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我到了界王星那边 会尽可能帮助蓝星寻找进化资源 也会和空地 林峰前辈他们分享这个情报 共同为蓝星进化而努力 石宇笑嘻嘻道 所以世界树大人 我到了那边 人生地不熟的 不久后应该就要走了 您还有没有能提供的帮助了 世界树心情复杂看着石宇 考古 考出个时间系超神人类 离谱 蓝星巅峰时期 也才是神级巅峰 没到超神级 威胁蓝星神话时代最强的三个敌人 也才都只是超神级 结果 2000多年前出生在蓝星内部的一个人类 如今已经超神了 再想到空地和林峰 世界树一时间 对于人类是蓝星救世主的认可度 达到了百分之一万 这可真是个奇迹种族 世界树一咬牙 好 100块神级能量结晶 世界树到 你离开之前 我会给你凑齐一百块无系的神级能量结晶 石宇一喜 就知道把石地的消息告知世界树 肯定有好处 这 相当于一百个神级资源啊 虽然 只能用于补充消耗 是最廉价的神级资源 但是 对于石宇来说 用处绝对不小 考虑到那边能量充沛 或许几年都不用筹资源了 不 考虑到加点消耗巨大 或许 能撑个几个月 总之不错了 我知道你契约的宠兽数量比较多 负担可能比较大 离开蓝星后 那只餐宝宝的世界之恩 就不要乱用了 这些能量结晶 应该够你们使用一段时间 用于补充消耗 其他的 就靠你们自己了 谢谢 石宇真心道 您放心 到了那边后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天天向上 争取出人头地 回报母星 世界术沉默后 道 道也不用那么拼 你还年轻 只要你记住 不惹事 就是好孩子 宇宙充满机遇 可也危险 这次接触星空 蓝星也不知道未来是好是坏 放心 石宇道 不 我不放心 世界术道 不行 我再多嘱咐你一些 到时候 我也会嘱咐他们 五大宇宙集势力 只有借王星一个亲近星球生命 另外四个都和星球生命属于天敌 到处都是敌人 世界术怎么可能放心 天才离心 到时候总不能回归时候把敌人也引过来吧 外界 果然就如同子兰所说 他没让大家等待太久 子兰在那边获得宇宙通用资源宇宙结晶后 第一时间赶回 队长 还顺利吗 情况怎么样 凤凰男他们欣喜无比 子兰归来 石鱼也终于从牢到的世界术那边脱身 头都要炸了 此时 看着各方 子兰面带笑容道 我见到老师了 我从那边 先拿来了九块宇宙结晶 九块 好啊 凤凰男惊喜 足够人手一块了 终于可以回去了 子兰看向了宝石猫道 分配规则是 我们各自一块 嗯 我也帮猫猫你也要了一块 宝石猫感动不已 谢谢大佬 喵 啊 啊 啊 不过你实力这么弱 到了那边要小心哦 那边的环境对于初来乍到的人 还是挺不友好的 重力十分强 如果你们有大体型宠兽 最好让他们做好准备 没有实力之前 不必要不变大 小体型能更好的节省体力 子兰好心提醒 宝石猫 我 不 弱 岂有此理 猫猫气愤 势必要混出一些名堂 蓝星和借王星相连 这属于红利初期 以他的判断 最好不要错过手班车 众人点头 都已经了解过了 除此之外 我还带回了一批六大族共同准备的资源 主要是用于帮助蓝星加速恢复 另外 他看向了堕天使王子和光明圣女 道 帮助不足九级的你们 尽快达到九级 好激活传送钥匙 多谢 堕天使王子和光明圣女感谢道 给 子兰一一把宇宙结晶交给了拥有钥匙的诸位 同时道 你们的钥匙连接的传送地点 各不相同 石羽 龙神前辈 你们连接的世界王星天空城 另外两块 分别是恶魔城和天使城 你们做好准备后 就随时可以传送过去了 那边会有人接应你们 而我除了带回来了这些 还带回来了一些消息 老师和林峰大人要我转告给他们留在蓝星的宠兽 还有给蓝星大人的 所以我还要在蓝星一段时间 接下来 将由我担任双方的通讯使者 子兰道 辛苦了 世界术道 子兰笑道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也是 石羽拿着宇宙结晶道 我打算过两天再过去 还要跟熟人告别下 子兰道 没关系 你们想什么时候过去 变什么时候过去 不过你们三个 那边喊你们回去借王星了 最好尽快 他看向了凤凰男等人 凤凰男道 了解 我这就回去 早就想我妈了 子兰的回归 让众人都拿到了宇宙结晶 随后 子兰又把天使族 恶魔族给准备的资源 扔给了天使男 恶魔女 随即 他看向了世界术 看来也是打算私聊 他还携带大批资源 要分给世界术 东皇乃至空地 林峰的二队宠兽呢 而此时 石羽颠着宇宙结晶 十分感慨地看着龙神前辈和宝石猫道 龙神前辈 尹老师 你们应该也不急着过去吧 到时候一起拜 我打算先跟林会长 封校长他们告个别 收拾下东西 龙神点了点头道 好 那我在此地等你 宝石猫道 Aaa 我更不急了 我等过个一年半载载过去 我要处理的事情有点多 石羽你先去试试水 如果太危险 我就把石头卖了 已经和那个漂亮姐姐商量好了 当然 东皇有需求 优先上交 石羽 行吧 石羽无奈 紧接着 他看向了各方 道 各位 我先告辞了 去搬行李了 咱们借王兴建 帅哥 借王兴建 女妹魔朝着石羽挥手 道 到时候来我这里做客呀 我们一起修炼 石羽一争 感觉受到了诱惑 借王兴建 凤凰男也撇嘴道 并希望这些知情混蛋 到了天空城 别大肆宣扬他输了的事情 天使难等人 都目视石羽 惰天使 光明圣女 微微沉默 看来 石羽是要比他们早一步道借王兴了 不过 他们也会尽快过去 去准备吧 世界树化落 石羽深呼吸口气 点了点头 转身和宝石猫一起离开了伊纳泰拉 石羽的确有一堆东西需要准备 像要暂时告别的朋友 就有一堆 宇宙结晶看来挺珍贵 他短期内也不打算回来了 打算先在那边苦修 适应一段时间再说 他先是回到了平成 从高空注视着这个欣欣向荣 蓬勃发展的城市 不一会儿 参宝宝被石羽召唤在了肩膀上 虫虫也被换到了身边 参宝宝 虫虫 帮个忙 将平成周围的环境 升级一下 一 好 Tilda G 交给我 虫虫点了点头 平成 也是他的家乡 他就出生在平成郊外森林的一棵 普普通通的树上 爬过许多地方 最终 停留在了一棵柿子树上 被石羽抓住 想到这里 虫虫眼中微微有泪光 虽然不是不回来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 这一次他头一次出现强烈的离乡情感 可能是 距离太远 即 石羽的要求下 虫虫通过创世之力 参宝宝通过世界之力 双方一起帮忙改造起平成 力求将这座小城的能量标准 提升至一级城市水平 比尖古都 神都那样的大都市 与此同时 石羽也飞回了竹林饲养基地 蒙混一群熊猫又在其中 用点石成金 将一座大土山 改成金山 震惊了一堆四玉园 鹰鹰鹰 石羽悠闲漫步 就和回自己家一样 其他地方 潜移默化的改造 对于普通人来说 想察觉并不容易 不过 对于玉兽师和宠兽来说 却十分敏感 卧槽 规则又复苏了 玉兽兵团那边 玉兽师们一惊一乍 玉兽协会内部 曾对石羽帮助颇多的冯会长 走向窗边 看向了花盆 随着里面的一级灵指一瞬间提升两大级别 他顿时一愣 冯书 一愣之后 又被窗边漂浮在半空的人影吓了一跳 差点扔掉枸杞水 石羽 你怎么在这儿 这 你做的 他一惊一乍 感受着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奇怪 不由的吃惊到 他预售空间的宠兽都开始提醒他了 感觉外界养分多了不少 石羽笑道 植物宠兽突破了 帮忙绿化下城市 试验下技能 接下来平成的资源评级 应该能升到一级 冯书你记着自己规划啊 你小子 冯会长带着笑容 知道石羽又来反馈平成了 这两年 平成的发展建设 石羽这个大天才没少帮忙 他都快想把平成改名时成语成了 难得来了 喝一杯 冯会长邀请 不了 还有其他事 石羽道 理解 忙去吧 冯会长道 不过注意身体啊 你从小就须 现在都这么厉害了 看上去怎么还须 石羽是被重重喊过去的 重重在改造平成中 意外发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坐在街边画画的文艺青年 身边跟着一只彩光姑 看到对方 石羽陷入了回忆中 然后微微一笑 想了起来 新人时期 他曾经为了帮助重重锻炼空想之力 模拟冰龙 准备了好多道具 冰龙雕像 冰龙画 其中 冰龙画就是找人帮忙画的 眼前这个人 原本只是一面之源的路人 没想到对方还在平成发展 从一个学生 变成了一个帅气的文艺青年 也不晓得对方知不知道 自己给画了冰龙画的买家 直接让宠兽巨献 冰龙幻影在职业考核大杀四方了 石羽看着对方现在画的青龙 想了想 对方大抵是知道的 A 终于最后将青龙的眼睛画完 街边的文艺青年松了口气 不过随即 震惊地发现 画闪烁起光芒 其中的青龙 就像是活了过来一般 从画中飞出 然后在半空盘旋一圈 发出强烈震耳的龙吼 看了他们一眼 随即又回到了画中 让画多了一些超凡力量 青年震惊地看了看四周 发现来来往往的路人 并没有察觉刚才的异状 他又看向了自己的宠兽 却见宠兽也在猛逼地看着他 咕咕 采光姑询问刚才的青龙怎么回事 这话 文艺青年一愣 道 青龙神 显灵了 他愣了很久 快速起身道 这话 不卖了 回家 走吧 对方回家了 天空中 石瑜也招呼起重重离开 他转身拿出手机 拨通起了陆学姐的电话 那边 传出疑惑的声音 道 石瑜吗 怎么了 陆学姐 来鼓都一烫败 晚上请你和封校长他们吃顿饭 改天我就要去见王兴那边看看了 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呢 石瑜说完 那边沉默了许久 然后悄悄道 有没有办法 带上我 石瑜苦笑 道 这有啥办法 想过去的话 就快点突破到传说击败 我争取给你们多弄点传送钥匙和宇宙结晶 啊 好吧 古都 石瑜兜兜转转 回到了古都大学 打算先从封校长这边告别 对方不是总嫌自己出去浪不打报告吗 这次就难得的打一次吧 嗯 把曲解大师也喊上 曲解大师不是很喜欢牛族吗 感觉可以离开前给他引荐下金牛骨神 日后合作成为传说考官 推翻唱 used by the